小小今天要讲的是 OpenDigger 看守Github中的开源世界 其实是做Github的一个开源的分析 所以请小小给我们打声招呼 简单做个自我介绍 看得到吗 大家好 还是你不方便 现在可以看到吗 可以 不好意思 现在在家里 暑假 然后对 就是因为今天那个时候 交题目的时候 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做这个OpenDigger的项目 然后但是其实还是先从 就是开源治理这一块 然后引入到整个 用OpenDigger这个项目 做一些数字化的治理 所以可能前面半部分 稍微显得点天体 然后对 差不多就是这些 好也是 那对小小是我们上海的 华东师大的研究生 那也是开源社的成员 XLab的一个成员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邀请小雅来分享她的议题 然后QA会在最后时间 来 嗯 超大的 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来CostCub做分享 今天我的题目 我的内容主要是介绍一下OpenDigger开源项目 然后我们谈一下对于开源这件事情 它的治理 尤其是数字化治理 以及数据分析与洞察这件事情 而OpenDigger这个项目 是由我所在的实验室 XLab开放实验室所发起的 致力于去目前主要的数据 主要 关注的是Github的 写作日志数据 去探索Github中的开源世界 然后简单进行一下自我介绍 我其实今天 这个演讲主要是代表开源社 所以我是开源社2021的正式成员 然后也是华东师范大学 研究生二年级 在读硕士 然后我所在的实验室 就是前面说的XLab 我的老师是王伟老师 然后另外一个身份是去 另外一个身份是Kios 开源项目 它是一个致力于创建 开源项目健康度的分析指标 以及做就是度量与分析的 Linux Foundation下的一个 开源项目 然后因为这个项目 它之前主要是在 北美和欧洲那边 所以我和其他的几个 来自中国社区的成员 一起组建了Kios的亚太社区 那我现在是亚太社区的负责人 首先讲一下 可以简单说一下 开源治理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洞察 分析与度量 其实都是更好的 不管更好去运营和治理 去治理它 那这是来 下面这句话是来自 维基百科的介绍说 开源治理 它是一种政治哲学 它的开源这件事情 或者说早期的自由软件 它的发起 确实是带有一些哲学 和宗教意味的 它是想要把开源和开放运动的内容 开放内容的运动 这其中的哲学 应用到民主原则中去 使任何有兴趣的公民 都能够向编辑维基文档一下 一样去编辑 开放原代码 不管这个原代码是谁的 所以我们认为开源 它是一种参与性的 是鼓励参与的 然后它本身也是高度创新的 可以看这两张图 左边这张图是把开源 开源软件 与传统的企业拥有的商用软件 做了一个对比 那 就是开源项目 它在早期更多的是 对 它更多是由社区 拥有社区控制和主导的 因为 但社区它不像公司那样 是没有一个法律实体的 社区是没有法律实体的 而开源到现在 已经变得越来越商用友好 所以也会有一些 商业化的开源软件 或者说 我们知道像 PaddlePaddle是 由 背后是 虽然它是一个开源 社区开源项目 但它是由百度主导的 然后 OpenOLA是由华为主导的 然后 TIDB是由PinkApp主导的 这是背后由社区来 由背后由公司来 带着的 而像 另外一种 Linux Kernel 这种项目 它是由社区主导的 也有一些项目 像Linux 它本身是 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 像果冻一样的 大型的 开源项目 而 像另外一些项目 Debian或者JavaScript 它是更加分布式的 那 因为它本身高度创新 所以它的流程 整个 治理的 或者协作的流程 在我们 在企业内部看到的是 非常不一样的 可以说 开源是给我们带来了 新的流程和协作模式 所以说 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 一个是从制度的角度 来看治理这件事情 就是 比较经典的 洋葱模型 我们 或者说是 开发者的漏洞模型 我们最初是一个用户 这时候我们只做一些 评论或者观察的事情 然后 当我们开始 给它修改代码 或者提 交新的 Future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了 一个贡献者 然后如果我们在 这个社区感受到了 我们想要持续贡献 这个社区 然后也感受到了 一种归属感 最终可能会拥有 这个仓库的 直接修改的权限 成为了这个项目的 维护者 这时候你是 Committer 那这个是从 对这个项目本身 软件本身的一个 权限上的一个考量 那从更高的 社区的维度来看 对整个项目的 一个战略层面上的话 还会有 进一步的晋升之路 你变成它的PMC 然后 也有很多项目 它是放在基金会下的 所以你还要考虑 一个基金会的治理模式 那最有名的两个基金会 一个是 Apache Foundation 它所倡导的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是Linux Foundation 它们各自 也都会有一些 从制度角度上的 或者说 从部落文化上的 一些治理原则 像非常有名的 Apache提倡的 社区是优于代码的 社区是大于代码的 然后它也有一些原则 就是平等主义 也就是每个人 都可以来参与 然后民主原则 就是社区中的决策 大部分的决策 不像企业里面 是由领导来决定的 而是 我们是由 通过大家的讨论 最终做的这些决策 就是投票机制等等 还有一个特征 就是自我组织 而不是就是非常 不是那种企业 就是那种 自上而下的组织架构 然后Linux也会说 Linux Foundation 它也倡导的是 去中心化的创新 以及所有的构建 都是基于任何人之间的信任 这是从制度的角度来看 那从流程的角度来看呢 自从GitHub出现之后 也就是2008年 我们其实开源 由过去的20多年间 是独立于平台与工具之外 而转向到了标准的工具级 以及流程 以及就是 写作流程的构建上面 那GitHub是基于Git 这样的分支管理 和版本控制之上的 然后我们需要去注意 它整个的写作流程 从设计到计划 然后到代码 到构建 以及测试最终的发布 是一个这样子的循环过程 然后我们也需要去 就是CICD 就是不断的自动化的 构建 以及发布 构建测试 以发布 然后这个过程 我们是离不开平台与工具的 工具就是 工具更 就是 更进一步 就是一些协作机器人 这个就是像RPA 其实当 其实现在企业也 企业也早就开始往自动化 就是自动化 机器人流程 自动化 这上面在发展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 接下来我会讲到的 我们对GitHub 所做的分析 基于 日志数据 可以看到 最活跃的 2020年 最活跃的那些开发者 这是Top10 其实全部都是机器人账号 其实你哪怕看到 Top50 Top100 也会发现 绝大多数都是 机器人账号 那这些GitHub上的 机器人呢 会做一些 上下游仓库的 拉取更新呀 或者说一些 就是社区响应上的事情 在issue和PR 下面做一些回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机器人 他们最多 在做的一些事情 是什么 就是最活跃的 这些机器人 做一些评论上的事情 和一些拉取上的事情 那 看完项目 它的 其实它的开发过程 是和 不是 就是软件工程 传统的 瀑布模型 而是 而加有的 这样一个快速迭代 快速交付的模式 然后它的整个 Scrum这样 这种形式的开发 然后它 可以看这张图 它Scrum 这个一个 一个Scrum team 它所倡导的那些理念 就也是和 GitHub 和我们现代开源 所倡导的那些 理念比较相似 就是开放 尊重 平等 勇气 承诺 专注 等等 那 其实 我们治理是离不开 对需要去进行 数字化的运营 然后进行度量分析 与动察 我们只有 能够很好的 度量它 通过 合适的指标和维度 去度量好它 才能够进行更好的治理 无论是从 agile 进行软件的度量 更多的是从软件工程的角度 软件工程的一些指标 还是像Kios所做的是从 开源社区 专注于开源社区的指标来看 这都是一些视角 那 Kios呢 其实在 2020年3月是一共发布了57个指标 来度量开源社区健康 健康度这件事情 然后它也有一些软件像 Augr Credit Grimalab 来采集社区中的数据 做一些度量分析 可以看到下面这两张图 左边是Augr 它Augr是 这张是一个对于 响应时间 PR的一个解决时间 平均解决时间的一个热力图 而右边这张图是一个 issue打开和关闭的一个曲线对比图 那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举一个例子 对于右边这张图 其实对于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社区 最理想的状态是 issue的打开和解决的时间 就这两个曲线是能够尽可能的保持一致的 或者说关闭的时间是有一定的时间延迟 但是这个曲线的这个 曲线的模式是有一定的重叠的 模式是相似的 否则的话就会 我们就可以想象它是 这个社区中打开的issue是没有得到解决的 那就会造成问题的堆积 以及一定程度的burnout 就是提到这个角度 好 那OpenDeal这个开源项目呢 就是专注于GitHub的 它所生成的 GitHub每天都有无数的开发者在上面做贡献 那它所产生的海量的这些写作数据 因为开发者在上面做写作嘛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些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各种各样的洞察 那这个是这个项目的仓库地址 欢迎大家去围观去参与我们的例会 合作贡献 而这个报告 不是这个报告啊 就是这个OpenDeal项目 其实它的前身是一个 一年一度的GitHub的洞察报告的形式 来做的 而从今年在我们发布了这个2020年数字洞察报告之后 我们是把它直接作为一个开源项目 来持续的发布项目的定期的一些 它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会做成一个服务的形式 提供咨询 以及提供数字媒体上 媒体服务 就是咨询媒体服务 所以我们现在也和像华为啊 Nebula 腾讯啊 还有开放原子啊 这方面有一些合作 然后我们可以给这些企业 业界的一些 他们的 由他们主导的一些开源项目 给他们提供咨询和服务 通过我们洞察到的这些现象 这些内容 然后那这个2020年的数字洞察报告呢 它其实也延伸了 就是其中的 很多内容也进一步延伸了 像2020年开源社的 中国开源年度报告 以及2021年的 开源生态白皮书 都是我们基于这份报告 去进一步参与和生产的 所以我 关于它的具体洞察分析的内容 我会主要基于我们2020年的 数字洞察报告来讲 这可能有点挡住了 这个 我们的分析 基于的是 我们的数据员是GHR Archive 这个开源项目 它是会持续的对Github上的 每天产生的这些日志数据 进行持续的挥挡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认为 是开发者产生的行为数据 那会对它的一个 全域的数据进行整体分析 以及开发者分析 还有项目 以及项目群进行分析 那你在分析的时候 你选择的那些维度和指标 这个是绕不开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也会有意义 就是也会输出一些 你分析的指标 会做一些指标的模型的定义 比如说像对于开发者 和项目的活跃度 它们的影响力 以及一个项目 它的一个全球化的 在全球化上做的怎么样 就它对 然后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整体数据 Github它的全域日志 在2020年 在2020年是一共有 约8.6一条日志数据 它相较于2019年 2019年是只有6.11一条 不是只有啊 就是6.11一条 我们是增长了42.6% 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一个非常 不可思议的一个增长速度啊 从这张图就是 从2015年到2020年 去看它的日志记录数 和它活跃的仓库数量 活跃的账号 也就是认为它们是 Github开发者的数量 的一个增长对比 可以看到它几乎是一个 密曲线的方式 增长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去年呢 活跃项目数量是 有5000多万个 而开发者的账号 是有1000多万个 那相较于2019年 是分别增长了 36.4%和21.8% 那我们可以看到 活跃项目数量 无论是数量 还是增长速度 都比这个开发者账号 是要多的 这个其实是跟 我们在Github上采取的 这个协作方式有关系 就是可能在Github上 我们是通过分支的管理 来进行协作的 而Github 当你没有这个仓库的 直接修改权限的时候 我们是通过 先Falk这个上游仓库 然后做完修改之后 再向上游仓库提交这个PR 而那些Falk的仓库 其实就是会 很多开发者 都是会选择留下来嘛 所以说这个仓库数量会 数量非常的多 增长速度也很快 然后我们再来看 对开发者的分析 那我前面其实也提到 就是这是2020年最活跃的 开发者账号 那他们其实都是机器人账号 那怎么样去定义 它是活跃的呢 这个活跃程度是怎么来的 我们有这样一个 活跃度的指标模型 就是这个活跃度 是会考虑一个开发者的 七种事件类型 就是他去做一个评论 他去做一个评论 这个是最简单的参与开源项目的一个方式 评论和watch 其实就是你对你加star嘛 star这个都是权重是最少的 然后然后你去打开一个issue 说明你你可能这时候是一个bug fixer bug reporter 的一个角色 然后当你开启一个PR的时候 你就开始成为一个贡献者了 然后那你进行review的 一般来说都是维护者在做的事情 然后还有就是你的PR最终被合入了 说明你真正的成为了贡献者 那这七种事件类型 那基于我们的这个经验分析 给了他不同的权重 其中这个PR被合入 是根据他的代码行数 给予了不同的权重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 我们是可以拿到代码行数这个数据的 就是一次commit 它有多少行代码 那我们认为当你一次commit 代码行数超过200行的时候 其实它对 它并不是一个好的贡献 它对于维护者进行审阅的时候 会造成困难 这个是从活跃度的角度 然后呢因为这个日志数据 是有它的时间戳信息的 而这个时间戳就代表 开发者在哪个时间点上 在进行工作 在Github上进行工作 那如果我们把这些 记录根据时间聚集在一起 就可以得到开发者的一个工作时间 然后这个时间 它是一个UTC标准时间 那这个就是 某一个Github上某一个项目 它的所有日志数的一个工作时间 聚合之后的结果 这张图要怎么看呢 我们在上面放了三个时间轴 分别是美东时间 北京时间 以及UTC标准时间 它们的24小时的时间轴 UTC是0的时候 我们是UTC振8 对吧 北京时间是UTC振8 而美东时间是UTC振5 所以是0点的时候 我们是早上8点 而美国是前一天的晚上7点 那纵坐标呢 是一周的7天 所以这个节点越大的话 这个球越大的话 就代表这时候开发者是越活跃的 对吧 所以如果我们去对照的话 会发现这个是和UTC时间是 这个其实是对照于 更加像我们北京时间的白天 就是早上 它应该是对照于协调时间的早上8点到晚上9点 对 所以说其实这个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项目它应该是由欧洲的人来主导的 那基于这个我们还可以去做什么分析呢 就是去 如果我们假设一个开发者 他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 是他活跃的时间 那我们就选取他最活跃的日制数量 产生最多的那12个小时 作为他的 早上9点到晚上9点 其实我们就可以大致判断 这个开发者是属于哪个时区的 那对于一个项目内的 就是一群开发者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项目 他们在不同时区上的开发者人数分布 我们当然不能用这种方法去判断 单一开发者他属于哪个时区 这样是不准确的 因为单一的开发者 他的行为是会具有偶发性的 但是他对于一个项目 或者项目群中的一个 就是 样本量大的时候 其实可以大致判断 他的一个 时区的分布 那根据这个时区分布 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项目 他的一个 全球化的一个程度 好 那这个是 也是 这个是2019年的一个分析 就是Open Galaxy 是把根据 开发者之间的协作 把项目给连接在一起 做了一个 非常大的项目量的一个巨类 然后 这些节点都是项目 那边呢 是根据开发者的协作 而连接在一起的 那我们就可以 也可以得到不同的 就是项目的聚集 得到 得到一些 群落 那我们就可以 看到 他其实大致会 分为这么几个领域 就是 前端领域 云远生领域 然后工具类的 PHP 他本身作为 就是可以 具类发现成为一个领域 然后 还有微软 他整个公司 他公司 就是微软 这个公司下面的 所有项目 其实在开发者 就是在Github上 是形成了一个 完整的生态的 那这对VS Code 的一个案例分析 他的工作时间分布 可以看到 他其实是由 美国和欧洲来主导的 然后他的一个 全球化程度 还是整体来看 是比较高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拿到 Commit信息 Commit信息里面的 开发者邮箱 来判断 他是属于哪个组织的 那最多的 使用的邮箱 最多的是Gmail 然后这是对VS Code 的开发者 协作网络分析 其中也可以看到 几个大的群落 他们我们往里面看的话 是会发现 大家在对一些 具体的问题 就是有几个issue 或者几个协作账号 他自己就组成了 一个群落 然后这是和VS Code 的协作关联 最高的一些项目 好 那就类似于Gartner的 那个开源向线 我们对于项目群 也可以根据 它的一个全球化程度 以及从那个 这个OpenGalaxy 这张图上 是其实可以计算 每个项目 它的一个PageRank值 能够认为这是这个项目 它的一个中心度 或者它的一个影响力 然后就也可以得到 一个四项线的分析 那这就是一个 对Apaq下 目前有二三个 有二三个是 主要是来自中国 开发者主导的顶级项目 他们的应该是 有一部分是 已经孵化的项目 有一部分是 还没孵化的项目 他们的一个项线的分析 就可以看到 是和实际情况 是非常相符的 就处于这个区间的 都是Apaq下 一些正在孵化的项目 可以看到Echart 目前是在影响力 和全球化上 都是做得最好的 好 那还有一些别的视角 就是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 会去做 像Github的插件 的形式来 展示我们 对于这一个仓库 做到的一些洞察 那这其实是一张设计图 但我们现在 有两个Killer Function 就是一个是 开发者的写作网络 一个是关联 就是项目的写作网络 这个是我们现在 已经实现的 这个叫Hubtron CRX项目 如果你去点击节点的话 也是可以进行一个 跳转的 好 那这是通过 外部的洞察与分析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 竞品分析的方式来 看这个项目的一些状态 那么可以关注哪些 也是活跃度啊 关注情况 issue和PR的情况等等 好 我的分享就是这些内容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现在是打不开 不好意思 可能能请主持人 请那个议程的小伙伴 看一下有没有内容 因为我现在打不开 OK 这个问题比较广 怎么做开源治理 小雅 能不能简单回复一下 这样子 对我看到他 对他的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开源这件事情 我觉得对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然后再加上 开源他本身是一个 还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组织形态 虽然说他已经从 然后再加上他最早期 其实更加是一种 一项主义 然后再带上一些哲学因素 然后那个时候 更多的是出于 就是代码本身 就认为他是无政府主义 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 这个二十多年间的发展 然后我们其实 就是会觉得开源 他还是要进行一些 就是包括 就在许可证 他本身也是一个 许可证 他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事情 然后在公司也 就是现在 公司也会更多的 就是本身也离不开开源组件 他们肯定要使用开源产品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从公司的角度来说 他的第一需求 往往都是想要 在就是去规避风险 在用的过程中 没有 就是 是整个是流程是合规的 然后从 那么不是由公司主导的 这些 这些开源社区的话 我觉得开源治理 就主要是做一些 社区运营的事情 但是因为 然后刚刚有一个人问说 就是要如何 就往下拉一下 就如何联系到这些讲师 然后我这边 其实是有个微信群的 但是我不知道台湾的观众 是不是用微信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 对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少把进到这个交流群 讲师在里面可以进行一些这种分享 好 我就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主持人能不能把 这个 能不能把这个放大一点 或者是我待会 把这个图给到 你得把他投出来这样子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就先谢谢 小雅这边的一个分享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 感谢观看